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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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述五月份出生 就是神述五的人 特別特別記住 在庚子年最大的功課 金屬年最大的功課 就是人際關係的互動 因為五月份有個很重要的特質 它能夠對的講成錯的 錯的也可以講成對的 但是大家聽得都好像都有道理 也就是它在表達的過程當中 它是有穿透力的 是有感噪力的 是有引引力的 所以五月份的特質呢 特別有意思 就是它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它必須符合 顏值比顏值更重要的定律 就是 顏值我們都靠顏值吃飯嘛 很多人說老師也是靠顏值吃飯 所以呢其實顏值很重要 這是一個刷領的時代 不過有一個更重要 比顏值更重要的 就是你的言論的言 語言的言 顏值比顏值更重要 所以呢 這個顏值呢 它有分三個層面 一個是 專業的顏值 我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的能力 第二個是社交的顏值 學會你好我好世界好 同時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 更重要的是 學會 因為在你在跟別人溝通當中 要多一點自省 就是反省的言值 所以與人交往 跟與人互動當中 是整個五月份出生神速五 在根子年當中最大的功課 學會更好的反省 學會更好的社交的互動的品質 因為人脈就是錢脈 就像如同有個故事是這樣說的 想像一下 有一個小孩子 大概在四歲左右 媽媽就給他看一個世界地圖 告訴他全球五大洲 看完之後就把它撕掉了 撕掉之後呢 媽媽說 你把它拼起來吧 媽媽先去忙啦 那孩子坐在那邊 看看看怎麼拼呢 他這樣講一遍 那孩子就有玩了天性 他就開始玩了 結果他把那個拼圖往後一放 看到 那不是鼻子嗎 然後再往後一放 那不是耳朵嗎 臉呢 這個看了N遍了嘛 然後他就啪 照那個全部翻過來 照那個臉的臉型 全部把它拼好了 就拼好之後 反過來 他就是世界地圖也拼好了 後來呢 那個母親告訴他一句話 當你學會做人的時候 你就擁有了全世界 這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際溝通關係專家 戴爾卡內基的真實的故事 小時候 他的母親就告訴他 拼這個世界地圖 然後告訴他 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所以他出現了這個人性的弱點的書等等的 包括人際關係的溝通的書 戴爾卡內基是全世界的 人際關係的權威 所以我用這個故事來做一個說明 五月份出生的人 他更需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人際關係的互動 這是更重要的提升的功課 同時呢 因為五月份的心中啊 通常那個底氣都是十足的 所以要學會更好的自我反省 所以五月份的庚子年啊 這個五月份出生的庚子年 一定要記住 人員之間的溝通 如何能夠儲存更多的現金的賬戶 人脈的賬戶是特別重要的 舉個例子 我們要去提款 ATM去提款 你們要有錢嘛 才能夠提嘛 所以我們要去儲存 印象等於事實 我們都在憑印象 在跟別人溝通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職場上 有更好的升遷 如果你想要在工作上 有更好的拔身 如果你在事業上 能夠感到更多人 跟你一起創業 那麼五月出生的神速的五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 不同領域的人脈帳戶 有更多的儲存 更多的資糧 你才能夠提取 甚至才會伸出更多的利息 好 然而在投資的層面 要特別記住 一定由以手為主 而不要太冒進 在以手為主的過程當中 記住一件事情 一定要盡量的配合 我們理事醫學另外一門技術 叫六二占卜 因為六二占卜最大的價值 是幫助你做更好的決策 不管是世界級的企業家 或是任何的企業家 想要讓事業更好的 飛黃騰島的發展 決策力是特別重要的 然而決策力的最高境界 就是帶著覺知 帶著高我的覺知去做決策 像神一般的覺知去做決策 所以有時候透過普掛 你可以幫助你做更好的投資決定 因為我常講 易經是預測預防預見的先天智慧 到底明天會先到 還是意外會先到 沒有人會知道 何謂破產 先有產才能夠破吧 所以通常人在順風順損的時候 都不太相信易經 這是我要告訴各位的 易經是為你保價護航的 是一種預測預防的 預防醫學 在這個所謂的易經界 它其實是個預防預學的概念 因為呢 就像醫學界裡面講的概念 預防生育治療 所以透過六號占譜 可以幫助 尤其是四月出生 五月出生 做投資決定當中 更好的決斷 當然一到十二月都可以 用六號占譜的智慧 價值來做體現 好啦那五月份的部分呢 最後一個小小的建議 在整個身體的層面 要特別記住 在整個庚子年 五月出生的身體 可能會出現一些 要特別記住的點 就是肝膽 包括四肢的血液循環 好這個要特別記住的 其他部分其實 只要照我的方法去做配合 應該問題都不大 最後一個小小的提醒 要學會好好愛自己 同時對這個世界 有更好的開放跟接納 OK 希望大家可以 練習一下 歡迎 評論